以赛亚书第43章 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造你 你是属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你躺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 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家 使古时和西八代替你 因我看你为宝为尊 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 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 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 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 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 其中谁能将此声明 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 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 至显为师,或者他们听见 便说,这是真的 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 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也是神 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 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 我要行使,谁能阻止呢? 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 如此说 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 并且我要使迦勒底人,如逃民 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 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岛 在大水中开路 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 一同躺下,不再起来 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 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 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 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 好述说我的美德 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 以色列啊,你道厌烦我 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 给我做反击 也没有用寄物尊敬我 我没有因贡物使你服劳 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 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脯 也没有用寄物的汁油使我保足 道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 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 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你要提醒我 你我可以一同辩论 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 自显为义 你的始祖犯罪 你的师父违背我 所以我要入墨圣所的首领 使雅各成为咒主 使以色列成为辱马